今天輪到霸氣應該是塞車 我們先開著 基本上希望大家在Patreon那邊招呼一下我們 我們下面有一條連結 希望大家有信息每個月支持我們 另外按讚留言分享 也希望大家繼續 另外如果大家想不用Patreon Payme 轉數快 戶口 那邊有我的電話 基本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留在香港的人 基本上我們第二節都會講幾協 留在香港和所謂外國傳媒有什麼分別 我們第二節講 但回來我也講今早探監 都見到一些還留在香港的人 包括大家可能沒什麼懷疑 沒什麼留意的 阿森哥 楊森 今次探監 精神很好 滿身黑 黑骨勒骨 我問你做什麼 為什麼黑這麼多 他說踢球 另外都見到經常探監的Ken仔 就是大家 我早前說 他說裡面的手足比較慘 那些情況 其實大家不用再去擴解 他說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不用自己去加少少 你在外國去想像 到底裡面是怎樣的 那始終近來探監的人 都是安好 平常心等 等因為不可預知的情況之下 又要退遲去求情啊 所有的東西 大家都在想著 等著等著 說是不是真的美國新總統出來呢 都沒有結果 就是現在是很清楚 沒有新總統出來之後 都沒有求情緣 求情緣都還要一輪才會判刑的嘛 都不知道應該悲觀還是樂觀 但是裡面的人 都覺得很堅困的 很羨慌面對的嘛 今早也都見到 探的時候旁邊是何啟明 何啟明叫做新丁 比較慘一點 剛好因為他一直在保釋出來 而也都因為他不認罪 可能那個判刑起碼 沒有知過三分之一 希望他是那些 不是那麼被供 還是不是那麼直接參與者 不知道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樣說 輕鬆鬆地 希望大家鬆容面對 今早我是探子見 他上星期生日 都精神很好 OK的 回來我們 其實今早探監的時候 都發覺 他們做了一個大外宣 曾子見接受了無線的訪問 因為他會考三科 不是那麼好成績 但裏面不知被宣揚到什麽的訊息 他裏面就是說他想出回來之後 他只是小事後都 他會在裏面努力 他想下好好的成績 想做社工 大家會有一個問題 現在說犯港版國安法 不可以註冊 他自己都很流行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 夾定了的對白 所以 因為不會無端白虧 你立即訪問出到街 這個是Live 無線剪了片 大家都很清楚 他就說他犯的都不是國安法 就是他這樣說 如果出到街 我們希望都說這個 挺好的訊息 就是不讓你 就是他們上面決定的 但起碼這句說話 他自己這樣的想法出來 給一個良好在監裏面的人 良好的願望 上面就最喜歡這樣 那些辛殺大權我操控 這個給那個不讓你吹嗎 那我現在都會覺得就是說 你誠教署長 你操控這個的 那都overall 很多人看著你的 國際都會看著你 你正在用什麼公平公正 我一刻就看到你正在用什麼的答案